民间团体从2016年起就积极倡议依收入来订定分级租金 在跨党派立委支持下 2021年是成功修正了住宅法第25条 但是上午多个民间团体在行政院前抗议 同批内政部上个月召开协商的社会住宅租金分级收费原则 强行通过依照身份别而非所得分级来计算设宅的租金 将出现不同所得较相同租金的垂直不公 同批政策是开倒车 在寒风信誉下高举标语喊口号 上午多个民间团体来到行政院前 痛批内政部在上个月召开协商的社会住宅租金分级收费原则 强行通过依照身份别而非所得分级来计算设宅租金 一旦七月一号正式上路后将出现不同所得较相同租金的垂直不公 对低薪青年与边缘弱势将造成重大冲击 凭什么依据说某一种身份是第二级 某一种身份是第三级 只要没有福利身份的年轻家庭 全部都是依照社会住宅 第四阶就是最高阶的租金来付 对很多低薪的年轻人是非常不合理 民间团体表示为了让弱势民众入住设宅经济可负担 从2016年起便积极倡议 依收入订定分级租金在跨党派立委支持下2021年成功修正住宅法第25条 民定中央主管机关应斟酌成租者所得状况负担能力以及市场行情定定分级 收费原则目前包括双北级桃园都采收入分级租金来照顾弱势族群 内政部确疑身份别来计算设宅租金 已经违反住宅法25条修法的意志 内政部表示其实报税所得资料课征有局限性 若当成租金分级收费依据容易误判补贴对象 目前设宅租金也有相关的配套 包括租金负担率从三成降到两成以下 另外新完工的设宅租金会以乌龄佳季十年作为计算基准 而且新旧方案也会弹性接轨 若地方政府有特殊的需求 也可依现行的方式收费 记者维维庄志诚特报导